好,接著這場球是好義通對東方的 好義通今屆第一次穿一件這麼鮮艷的球衣上陣 好義通的,十四… 現在看到的是彭錦泉 彭錦泉今場球不是握手有路 今場球不敢上打中場的位置 鄭兆聰,東方的戰頭 今場球由東方派他和麥柏蘭兩個做戰鬥 原因,現在看到的譚拔時仍然受傷 哇,有這麼親密的鏡頭看,挺好的 好了,肥仔榮先開出來 李布倫頂不到這個球 但是巴古沙包回這個球 拿到一個大轉身,避過對方 踩到直線,衛過來這邊看是怎樣 僅僅是追倒的 這個球就是東方的姜空輝追倒 好,江偉扔下來,接著撈中間 孔爵希福特在小禁區角那裡 單手把球撈下來,看到這個球 看出彭鑫草也出得多漂亮 希福特醒,這個球出來單手一扎 幾乎掉了,幸好是接回 是星星的希福特 好,輪到東方的進攻 麥柏蘭給了過來這邊 看來出球出得不太漂亮 這個李偉王,有一次射門的機會 但是李健和的左腳是射斜了 這個球他右腳拉過來,大位射得很漂亮 看看,衝仔給他 走到大位,用左腳射 如果這個球射中 相信東方會首先打開紀錄 看看繼續比賽下去又怎樣 奧沙一彈,彈過來這邊 麥柏蘭側過去,肌壓,撈過來中間 給了蔥仔 蔥仔左腳半粒半射 哎呀,粒了過來這邊 看看和仔追不追到 還沒出界,李健和 拿回右腳壓在後面 姜向輝彈過來,這邊頭嘴 鋪梅沒有力 哎呀,麥柏蘭門前右撻 這個球是有一次機會 基壓這個球 給他很漂亮 麥柏蘭不知為何又撻撻 再看一次,李偉和先斬過來 這個基壓是頭嘴頂來 中間麥柏蘭竟然間門前撻撻 哎呀,當時看到這個 好義通的統帥,韻智樂 都很緊張 因為剛才那個球真的分分鐘輸得 大隊呢,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今次又應驗了這句說話 看看這個球呢 就是這個 李博倫一撞撞撞的時候 巴古山剛剛到 1比0了 好義通在剛才那個球不輸得之下 一個翻轉頭 另外一個攻勢 就令到自己球隊領先1比0 這個球呢 就算東方的中路防守球員 都要負些責任 因為呢,完全在邊線呢 就被這個... 李博倫一推的時候呢 好像散了一樣 送過來中間也都沒有人來包 你看看 李博倫推到奧莎呢 追不到他 李博倫望中間 有人到了 那個球一推出來的時候呢 彈兩下地 原來呢,現在才看到有人呢 是包回來的 但都沒有辦法呢 是超越這個巴古山前面 那麼這個球呢 就... 輸也是非這個... 這個球... 這個搜尾的責任 那麼當時梁手指呢 似乎好像知道心思不妙 好了,看賽事延續下去 哇,這個球呢 就... 李博榮呢 都... 挺陰森的 他隔著那個球呢 是最後一踩踩下去了 是踩中了李偉和的 我們可以慢鏡 大家留意 他腳踩下去 是跟著踩下去 那麼結果呢 李偉和要受傷了 那麼我們都是... 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看完下的比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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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爬 好 好 好 raj 泉 轉過來這邊機壓,再拖一頭給了聰仔,聰仔一個刀掛上去 這下從後拖掉了鄭兆聰 球證當然是吹罰的,一個機會來了 這個球又拖又叫 這個走廣傳拖掉了聰仔,球證吹罰 李布隆也排來排人場 幾下一招一招脫手,鄭兆聰又拖不到 跟著一掛,一輪混戰之下 奧沙又頂高這個球,東方的海船不夠運了 三分四次不能夠追成平手 剛才頂高的球就是奧沙,看看剛才的混亂情況 基亞先借,肥仔榮一拍就脫手 鄭兆聰想說撈不到,撈不到,彈了出來這邊 跟著呢 這樣頂高這個球 力臣頂高的,奧沙扣起來,力臣在門前是擺高了 羅繼華這個球有漏油 給了招,招還問,彈彈給了 八股三球,給了招仔,還有哪個球 又被希福特拍到 跟著呢就是 這個焦仲民想說再翻步,又射不到這個球 那奧沙扣本來有個機會是增點紀錄 但是這個球可惜了,招仔射了 被擋了 但是那個撞場做得不錯的 一個1、2走位就突破了這個東方的防線 那麼最後呢就是這個球呢,希福特拍分下來呢 最後都是焦仲民呢,是踢出界的 好了,那麼就看看呢,力臣這個球怎樣先 一掛掛過來中間呢 鄭兆聰也湧得上去,但是沒辦法拿到球 跟著和仔 那個球一斬斬高 那麼就看到奧沙一升起的時候 那留意一下這個球呢,是被力臣撞到這個球 再送入網的 那麼不過球證呢就說這個球呢,是力臣有撞到陳令榮的嫌疑 那麼就罰了力臣 那麼但是當時我們所見呢,力臣呢就是跳起上頂那個球 而陳令榮接球下來的時候呢,下來的時候呢,剛剛遇到力臣跳起 那麼這個時候呢,就一撞呢,就是撞掉了這個球 完全是沒有身體接觸 那麼其實呢,這個球似乎呢就是嚴重了一些了 那麼梁守智都很不滿的 那看這個情況是不是正如我所說 那大家留意一下,當時陳令榮是跳起 接球的時候剛剛呢,力臣到的 那麼這個球呢就判責會影鎮怨王 那麼結果呢,好意通的贏球了 那麼賽後呢,我們訪問過他們的會長雲志樂的 贏球了,那麼賽後呢,我們訪問過他們的會長雲志樂的 現在我們非常之高興呢,其實這次已經我們第四次有機會可以排到頭位的 這次我們即時可以打敗東方做到 那麼大家知道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假的第一啦 我希望在五月尾我們真正可以坐到第一 整場賽事來說呢,在事先的部署球隊是怎樣安排的 就我們首先用了坎夫利利呢,就打這個右閘,就看管基亞 他都做得很成功 接著我們的中場,今天大家都很努力,大家打多一步,就終於可以贏到東方 我們開始了 我們開始了 我們開始了